各位大兄姊妹,早晨 很感恩,回到實體聚會 見到這麼多人,很感動 連唱詩的氣氛都不同 我們已經很久在家裡 自己對著螢幕唱詩 跟那種和大兄姊妹一起唱詩 整個感覺都很不同 我們為著回到實體聚會 實在感恩 相信過往一段時間 我們學習如何在艱難之中 仍然持守著我們的信仰 就像我們上個禮拜 剛剛結束的一個廣道系列 文素記 文素記的廣道系列 如果大家還記得 我們叫做作神子民的旅程 我們上個禮拜剛剛結束之後 還記得在文素記系列第一講的時候 我跟大家分享了整個文素記的系列 記載了神的子民從埃及 進入加吾地之前 在礦野的旅程中去學習 如何作為神的子民 如何在各方面預備好自己 為神去爭戰 去進入加吾地 同樣地讓我們去思想 我們都要好好地預備我們自己的新心靈 視我們自己的生命 也是一個作神子民的旅程 為神去進入世界作這個熟靈的爭戰 承接著這個主題 今天我們開始一個新的廣道系列 剛才靖兒傳道都跟大家說 我們這個新的廣道系列 叫做作神管家 我今天給他定個題目叫做 為主打那美好的仗 我們思想一下 我們有什麼武器 憑著什麼 有什麼倚靠為神去打仗呢 在進入今天的經文之先 我就想先跟大家去看一看 有關於提摩泰前後書的寫作背景 讓我們對整個藍圖有些認識之後 我們再進入去經文 我們以後慢慢去看這些提摩泰前後書裡面 讓我們到底有什麼提醒 有什麼教導 這句教會的傳統 提摩泰前後書 提多書這三封書信 一般被稱為教牧書信 這三卷書是使徒保羅寫給提摩泰和提多的書信 也是保羅書信的一部分 這三卷書通常我們歸類為一類 給了一個教牧的名稱 原因是因為這三卷書寫給教會中的牧者 而且內容也有探討基督徒的生活 教義和教會的領導者 這些書信討論了教會怎樣選立牧者 和怎樣選立領袖 講出有什麼資格我們可以找到這些人 也都講怎樣培養和提拔教會裡面的人才 怎樣建構教會的組織分工 對會眾的關顧 教會的職員 怎樣出糧 應不應該出糧 甚至乎紀律處分等等 這些都是在教牧書信裡面有講到的 還有個人和團體目標的設立和執行等等 所以這個教牧書信裡面其實在講的東西很豐富 都是跟我們的教會生活有關 這幾卷書所關心的都是教會 能不能夠有一個好的管理成效 以及讓教會匯眾各人可以在當中成長 這裡我想首先跟大家講講關於保羅的生平 讓我們知道到底他寫這卷教牧書信的時候 到底是在什麼情況下 保羅寫提摩太前書的時候 大約在主後62至63年 他第一次在羅馬坐牢被釋放之後 再次被捕之前 因為保羅以我們所知至少坐了兩次牢 在他再次被捕之前 他當時在馬其頓寫這卷書 當時正直保羅 他第四次的傳道旅途當中 他自己在馬其頓那裡工作 而留了提多在格里底 即是我們知道他在克里特島那裡 而將提摩太也留在以弗所這個地方 保羅有意在這些書信裡面講到 他準備去尼波哥納這個地方過冬的時候 去會見提多 然後就會去以弗所 去會見提摩太 那關於提摩太是什麼人呢 我們都要認識一下他 提摩太是路斯德人 他比起保羅應該年輕很多 當然因為保羅認為他做兒子 極可能是保羅第一次傳道旅程的時候 宣教旅程的時候 在路斯德所結的果子 而保羅也視他好像自己的兒子一樣 提摩太的親生父親是一個希臘人 他媽媽是猶太人 他媽媽和外祖母很早就信主 而且也非常虔誠 也自幼在猶太教的環境下長大 所以他媽媽和外祖母自小都是看《舊約聖經》 保羅在第二次傳道旅程的時候 就帶著提摩太和他一起去做傳道工作 所以帶著保羅去了很多不同的地方 一起去建立教會 去牧養教會 我們看到保羅和提摩太一起去走過很多不同的地方 包括特羅亞、肥納比、貼薩羅尼加、哥林多、以弗所等等的教會 當時保羅為了日後方便提摩太在猶太人中間去做傳道工作 亦都在《史徒行傳》裡面 我們看過《史徒行傳》十六章記載了 保羅為提摩太施行割禮 從保羅的書信之中 我們知道對於提多來說 相對於提多 提摩太為人比較謹慎 可能提摩太略嫌經驗比較淺 所以比較膽怯和退縮 我們看到他的身體也不太好 我們在提摩太前書裡面 很多不同的章子裡 保羅都有提到提摩太要好好照顧自己的身體 知道他有一些胃病 但是我們知道提摩太這個人很熱心去傳福音 很願意為主擺上 而且對待保羅好像對待父親一樣 他深受保羅的器重 屢次派他代表自己去看顧並且牧養教會 而神也越立他奉獻的心意 所以從他一開始侍奉的時候 就藉著保羅和眾長老按手在他的身上 令到他有這個恩賜 可以為主作供 這些都在提摩太前後書裡面都有記載 我們看回《士徒行傳》裡面 由十七章至二十章 一直都有提到提摩太大部分時間都和保羅一齊侍奉主 和保羅同行同供 甚至當保羅第一次在羅馬坐牢的時候 提摩太都是和他一起在囚 提摩太亦都在保羅的哥林多前後書 肥勒比書、哥羅西書、貼薩羅尼加前後書、肥利門書等等 都有提起提摩太的名字 所以提摩太都是我們一個很熟悉的人物 相信我們對提摩太 這個人也是保羅一生之中傳道的非常得力的助手 我們看看提摩太前後書和提多書這些書信 其實是有什麼寫作目的呢? 我們特別把焦點集中在今天 我們看在提摩太前書裡面 這裡有兩個原因我們看到 為什麼保羅會寫這封書信呢? 第一當然是因為提摩太比較年輕 剛才我們也有說過 保羅留在提摩太前書 去牧養教會的時候 就怕他會比較膽怯 不夠膽 於是就寫了這封信去鼓勵他 我在四章十二節看到 這句經文我們都很熟悉的了 原文原本就是保羅特意寫給提摩太的 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輕 總要在言語行為 愛心信心清潔上 都作信徒的榜樣 這句經文對我們同樣很有提醒 大家要留意 所以在保羅這個教目書信裡面 雖然他寫給一封好像私人的書信 但你留意他的問安語 他的問候語各樣 除了單獨對提摩太或者對提多寫之外 其實也是期望他們會在教會裡面傳閱 所以這個雖然是一個私人的書信 同時也是給眾信徒的 也是給我們的 讓我們去明白 這個不是單單對提摩太或者對提多的提醒 也是對我們的提醒 所以教目書信絕對是跟我們有關 也是跟我們的教會怎樣運作很有關係的 第二個目的就是 我們知道當時保羅其實是準備去親自去教會 去探望這一幫人去以弗所教會 根據在保羅書信裡面的記載 綜合了不同的資料 我們看到保羅當時他在馬其頓 他是準備首先去克里特那裡探了提多 然後就會去探望提摩太和探以弗所教會 但是他又怕自己行程有延誤 可能不知道什麼原因 可能性靈感動 讓他知道他未必去得到 於是這個在三章十五節裡面 也是整個提摩太前書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線索 讓我們知道他寫提摩太前書 就是因為他說 倘若我擔言 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該怎樣做 原來就是讓大家知道 就算保羅不是親身來到教導 其實藉著他所寫的書信 大家都應該去明白原來在神的家裡面 應該是怎樣運作怎樣做的 這就是提摩太前書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寫作目的 好了我們說 為主打美好的仗 這是今天的題目 我們會問 為什麼保羅要提出為主打美好的仗呢 裡面不止一次提到 如果你留意經文 只是我們今天所看的經文裡面 保羅都兩次提到要為主打美好的仗 我們要知道為什麼 保羅在當時要這樣提出 同時我們也要問 我們怎樣為主打美好的仗呢 對於當時以忽所信徒來講 或者對今天的我們 我們可以憑著什麼 為主打這個仗呢 今天的經文 我們先會看第一章的一至二十節 我想先和大家 去逐節經文 會去讀一讀的 但是我們不會一次過讀完二十節 我想和大家先讀第一至三節 應該是一至四節 我們的大綱那裡有少少錯的 我請弟兄姐妹和我一起去讀 先讀一至四節 我們一起讀 奉我們 救主神 和我們的盼望 基督耶穌的命令 作基督耶穌使徒保樂 寫信給那 恩信主 作我真兒子的提摩泰 願恩惠 憐憫 平安 從父神和我們主基督耶穌歸給你 我往馬其頓去的時候 曾勸你留在以忽所 好祝福某些人不可全別的教義 也不要聽從無稽的傳說和永祥的家譜 這樣的事只會引起爭論 無助於神的計劃 這計劃是憑著信才能了解的 好了 這一章在開頭的時候 保羅就表明了他的身份 來祝福他們之外 並且給提摩泰一個很重要的託父 要求他留在以忽所 相信當時保羅在馬其頓工作還未完成 所以他必須繼續留在馬其頓一段時間 保羅曾經在以忽所 逗留了兩年的時間建立這裡的教會 又成立了一個學房 叫做推拉勒學房 建立了良好的根基 在這兩年阿世亞一帶 即是以忽所所屬的省份 那些人都聽過保羅所傳的道 所以在教會裡面 認識主的人很多 他們的信心也很強 但是當保羅寫信給提摩泰的時候 以忽所這個地方充滿了混亂 在真道上出現了問題 我們從經文裡面也看到 很多人走偏差了 開始在當中有人傳異端的信仰 或者異端的教導 無溪的傳說和永祥的家譜 這兩個特點 不是當時異端所讀有 其實在我們基督教 或者猶太教的典籍裡面 都會有很多東西我們看到 都會講家譜 但是當然家譜 就不一定要永祥或者無溪 為什麼他說永祥和無溪 什麼叫做無溪的傳說 在古代世界 有一個特點 就是那些詩人 或者那些歷史學家 他們很喜歡對他們那些城市 或者那些家族 或者他們那些傳說的 那些神的人物裡面 創立很多 經他們所編出來的故事 一些傳奇性虛構的故事 譬如他們有些 我們看很多希臘神話 或者各樣東西 他們很多的神仙下凡等等 很多的城市 他們怎樣創造出來 或者跟一些人間的女子結合 怎樣生了一些神人 很多這些故事在古代社會之中 第二這些所謂 永祥的家譜 就是古代的世界 對家譜 你見到有特別的熱愛 我們在舊約之中 都見到很多的家譜 但在新約之中 我們也曾經見過 路加福音 馬太福音 都有耶穌的家譜 其實有家譜 一直都是古代很多的 近東世界的典籍裡面所見到的 但是有些人 就為了要讓他們所信的神 或者他們所傳說的 更加有力 更加精彩 他們根據那些家譜 可能作了很多的故事出來 不單是外邦人所信的神 甚至乎連猶太人 他們也有些情況下 他們會根據這些家譜 逐個逐個人物 去編一些故事出來 在古時的猶太人當中 甚至乎有人 將《舊約聖經》 例如《創世記》裡面 每一個的名字 逐個逐個去找回一些所謂的典故 但也可能是逐個逐個名字 去作一些故事出來 可能有些人 花他一生的精力 就是為了這些 永祥的家譜 去作一些故事 以吸引人 以令人覺得他是一個很偉大的教師 就是這裏 寶羅所說的那些假教師 很多的假教師 在當中傳一些異端的傳說 如果大家有看過一些《適經》的資料 可能有聽過《諾斯底主義》 其實當時 《諾斯底主義》 根據教會歷史的記載 他在第二世紀最盛行 但相信在《寶羅寫提摩太》前後書 其實已經在孕育中 這些異端邪說 會傳一些他們都信耶穌 但在一些不正統的教義當中 例如他們可能說 耶穌真有其人 但又不信復活 又或者他信耶穌是半神半人 或者他不是神的兒子 是神收養他的 或者契了他的意思 所以他們很多這些異端邪說 就慢慢滲透了進教會裡面 所以寶羅就要寫這封書信 去提醒提摩太 告訴他們 他怎樣去教導這些人 這裡我們剛才提到 到底我們憑著什麼 或者寶羅寫信給提摩太 要提醒他們去預備 為神打美好的仗的時候 可以憑什麼呢 第一點 就是憑著從神而來的權兵 在這裡我們見到寶羅提到 救主神 他說要奉我們救主的神 為他的真道要打那美好的仗 這裡提醒提摩太要勇敢 剛強 雖然有很多的異端想攻擊他 有很多的人 會覺得他還是很年輕很年少 或者不聽他 或者看不起他 但寶羅這裡告訴他們 他自己寫這封信的時候 是奉救主神的命令 同時也提醒提摩太 你正在信的 就是我們所信的那位救主 也提醒他 是基督耶穌的命令 不是寶羅自己命令提摩太 去牧養教會 不是寶羅自己告訴提摩太 你要怎樣做怎樣做 寶羅說他的權兵是來自神的 同樣當寶羅有這個權兵的時候 他也將這個權兵交給提摩太 這個也是來自神的權兵 第三 作基督耶穌使徒的 這裡提醒提摩太 寶羅的身份 他是神的使徒 同樣地 作為神的使徒 寶羅有使徒的權兵 可以盡他的職份 他提醒提摩太 可能有人少看他 排斥他 但是當他能夠有來自神的權兵的時候 使徒有使徒的權兵 我們每一個信徒 其實當我們信主的時候 我們也有信主 作為門徒的權兵 我們可以有我們祈禱的權兵 有我們傳道的權兵 甚至乎如果你信心救的 有醫治趕鬼的權兵 但是當然我們要按神給我們的感動 我們就知道 我們可以為神做些什麼 這裡特別提到 他的權兵來自基督耶穌 有時候我和弟兄姐妹討論 可能大家都問一個問題 我們有聽過耶穌基督 有見到有基督耶穌 到底是耶穌基督還是基督耶穌呢 其實在聖經裡面 這兩個名字都有提到 當然我們知道所說的是同一個人 同一個神 都是我們所敬拜的耶穌 但是為什麼又有耶穌基督 又有基督耶穌呢 這裏都讓大家知道一點 我都不打算很詳細地去說 但是最簡單的分類 耶穌基督就強調耶穌 從人而神的人性 如果說基督耶穌 就是特別強調耶穌的神性 其實說的都是同一件事 同一個人 不過可能那個重點 擺在不同的地方 我們留意到 基督耶穌這種說法 在新約聖經裡面的出現 全部都是在寶羅的書信裡面 這個是寶羅獨有的神學 但是在說的 都是敬拜著同一個神 彼得在五巡節 根據史特行傳的記載 彼得在五巡節的時候 他是這樣宣告的 他說 史特行傳二章三十六節 大家有時間可以看 他說 故此以色列全家當確實的之道 你們釘在十字架上的這位耶穌 神已經立他為主 為基督了 根據彼得這樣說 他們首先要讓人知道 你們所釘死的耶穌 神立他為主基督 因為猶太人 其實他們一直在盼望 他們在等著那個彼得的彼得 彼得彼得 彼得是他們希伯萊文 我們今天翻譯的一個講法 他們希伯萊文 漁文的意思就是說 是拿受高者 受高者背後的意思是 那位君王 因為受高者 在他們古代 希伯萊人的世界裡面 就是君王 祭司 先知 就是那些受高者 但是慢慢慢慢 當他們 yerde 希伯萊人 或者以色列人的民族 一路一路去期望等着这个救主来的时候 慢慢慢慢 弥赛亚或者之后希腊民所谓的基督 就成为一个专有的名词 大家都明白 当一讲那个受高者 就是讲那位君王 那位从主而来的君王 所以彼得的宣讲 也都是提醒当时的犹太人 你们所钉死的那位耶稣 就是主所立的基督 所以一讲到基督这个字 大家就明白 是特别强调耶稣的神圣 所以无论是耶稣基督 还是基督耶稣 其实不是神学上有什么争拗 有什么不同 是让我们明白 当我们用字是这样的时候 特别在保罗的书信里面 他是在强调耶稣的神圣 所以你看到我们今天 在《提多书》里面的经文里面 亦都是特别 保罗用基督耶稣这个字眼 保罗都有用耶稣基督的 在不同的书信里面 在不同的说法里面 他都会这样说的 但这个比我们能够更加明白 到底保罗写这些书信的时候 他心里面在想什么 保罗恩着他信服神 得着使徒的权兵 我们亦都恩着信服神 可以得着与使徒相同的权兵 耶稣基督和父神所赐给我们的能力和权兵 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 所以我们说 凭着从神而来的权兵 为什么凭着呢 因为你的权兵 神给了你 你就是有这个权兵 你拥有了的了 已经得着了的 你可以说是一个身份的象征 是力量的来源 保罗指出那些全异端的人 他们是什么呢 他们只会生辩论 不能带出正面的意义 人是没有办法从他们的教导当中得着慰养 生命也不能够被建造 信心不会因为这样而增强 你看那些无稽的传说 或者那些永长的家谱 是不会令我们对主更加有信心 因为这些全异端的说话 不是来自神的权兵 不能够改变人心 保罗用了两年的时间以忽所教导 但最后那些人都是偏离了正道 那怎样去避免呢 就正如今天我们都会想 很多人我们回了教会很久 我们听了很多的圣经 但有时候我们都有机会 去偏离了神的教导 所以保罗告诉我们 我们要珍惜神给我们的权兵 所有我们要学习的那些 我们都要回到圣经里面 可能在我们不同人生的遭遇里面 会遇着很多不同的人 不同的方法 不同的教导 不同的道理 但各位兄姐妹 保罗提醒我们 再一次真正的权兵是来自神 来自圣经 我们要学的是跟神给我们的教导 当我们不知道怎样去取写的时候 我们就想一下 到底耶稣基督 或者保罗的教导 如果当时他见到我 我要问这个问题 他会期望我怎样做呢 What would Jesus do 我们整天将这个 如果整天将这个挂在口边 耶稣会怎样做呢 耶稣站在我这个位置 坐在我这个位置的时候会怎样做呢 我们自然懂得怎样做 但是我们想要知道怎样做的时候 我们更加要多些看圣经 明白到底神对我们的期望 到底神要我们怎样去处理这些事情 好了 接着 保罗亦都给了一条出路 让提摩泰去跟从 就是要自己去守住神的真理和戒命 这个亦都关乎我们之后的下一点 神的真理和戒命 亦都是我们彭席可以作为我们为神去打仗的武器 我们先再读下面的经文 第五至到十一节 同样请弟兄姐妹和我一起去读 第五节开始 但命令的目的就是爱 这爱是出于清洁的心 无愧的良心和无偽的信心 有人偏离了这些而转向空谈 想要作律法教师 却明明白自己所讲的是什么 也不知道所主张的是什么 我们知道只要人善用律法 律法是好的 因为知道律法不是为义人定立的 而是为不法和叛逆的 不虔诚和犯罪的 不性结和乱世俗的 杀父母和杀人的 犯淫乱和亲蓝色的 拐卖人口和说方话的 并起假誓的 或是为任何违背 最健全教义的事定立的 这事按照可清重 荣耀之神交托我福音说的 好了,我们读到这里 这里给我们一个提醒 他说命令的总纲就是爱 什么叫做命令的总纲就是爱呢 我们看回第五节和第十九节 他说但命令的目的就是爱 这句话其实我们也很熟悉 这个爱是出于清洁的良心 清洁的心 无愧的良心和无偽的信心 大家留意到这里 在第五节和第十九节 都同样出现过类似的说话 无愧的良心和无偽的信心 证明这个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武器 无愧的良心和无偽的信心 当然还要加上我们清洁的心 命令的总纲就是爱 命令是什么呢?或者按照和修本 命令的目的就是爱 而保罗在这里的书信里面提了两次 命令,在讲的是什么命令呢? 其实这个命令也可以翻译成律法 也可以翻译成一些教导 简单来说 这个就是十戒的字可以是同一个字 就是神的戒命律例典章 其实这里保罗想说的就是 无论我们怎样去做 我们讲的怎样去守的律法 我们要知道这些律法 为的最终的目的就是爱 我们记得耶稣基督 都曾经这样去讲过的 在福音书里面 马克福音和马太福音都有记载 当那位文士去问耶稣的时候 耶稣回答 祂就说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 第二就是要爱伦如己 再没有比这两条戒命更大的了 其实戒命归纳为两个重点 就是爱神和爱人 在说的都是爱 这里和保罗在这里所说的爱 命令的总纲就是爱 其实是在说同一件事 这个戒命其实是在说什么呢 以色列人很熟悉的十戒 其实你留意在提摩太前书 这里第九第十节 说了很多不同的所犯的罪 其实就是保罗就冲着十戒去教导他们的 让他们去明白 我们看这个表就看到了 我不一一续一跟大家讲 但是你看到保罗想讲的就是告诉他们 这些的戒命 特别他提到在第八第九节 他说律法是好的 就是说这些戒命是好的 虽然好像在约束人那样 因为知道律法不是为二人定立的 是为什么人呢 为那些犯罪 为罪人而设立的 让人知法守法 所以保罗的意思就是要提摩太 和他提醒教会的人 我们都要做一个合乎律法的人 简单来说要做一个守法的公民 尤其在他们当时的世界 他们那个希罗世界里面 基督教的一神信仰 对于其他的二教徒来说 是很大的冲击 甚至乎可以这么说很认真 因为在他们当时的世界 无论他们信哪一个信仰 其实他们都是多神信仰的 我有我自己信我的神 你有你信你的神 甚至乎他们打仗的时候 我们会知道他们会去拜对方的那个神 就是他们知道满天神佛 他有他自己那个神 当我要去攻打这个地方的时候 又要查那个地方信什么神 我们去拜他的神才打他 他的神就收了我们的贡献功物 他们就容许我去打他的子民 但我们知道保罗所传的 我们基督教所传的 是一个一神的信仰 对于当时的人来说是很大的冲击 往往那些其他宗教的人 就被基督徒称为不信者 他们很生气的 我们怎样不信啊 我信这么多个神 你说我是不信者 所以对他们来说很大冲击 基督徒做的事好像很奇怪 对于他们来说很特别 将一个被钉死了的罪犯 奉为他们的主 对于很多的义教徒来说 是不明白什么一件事 这帮人是不是邪教 是不是异端呢 所以保罗提醒 提摩泰 要告诉以法所教会的人听 奉公手法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要在社会上 作一个好的见证 让当时的人无可指责 没有什么可以说他们 不可以说这帮基督徒 是一个非法的群体 所以保罗特别提醒他们 对当时的社会 不要造成一些的坏印象 其实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 我们也是一个 要做一个守法的公民 可以这么说 我们要尽量在我们的生活各层面 让人看到基督徒不是一个 就是搞乱了家庭 搞乱了社会 我们很多时候 去到传福音的时候 很大的阻力 就是人们会以为 你信了耶稣之后 那个人就等于背早亡终 其实我们要让他知道 我们更加注重伦理 我们更加注重亲情 让人知道我们基督教 是一个怎样的信仰 不是一个离弃家庭的信仰 这个对当时的人是这样 对今天我们同样是一个提醒 在第五节 特别提到 命令的目的就是爱 这爱是出于清洁的心 无愧的良心 无偽的信心 我们再看清洁的心是什么呢 就是一些清洁的意念 清洁的相反就是污秘 在当时的世代和今天的世代 都是充满了污秘 很容易被沾染 思想不洁 眼睛不洁 说的说话也不洁净 但是保罗提醒我们 我们要摒弃这些污秘的 让我们自己有一个清洁的心 当我们去留意圣经的教导的时候 我们会留意我们自己的言行 我们没有那么容易冲口移出 说一些就在人的说话 我们没有那么容易去做一些贪小便宜的事 这些其实我们做出来 所有的人都看在眼里 无论他是基督徒 不是基督徒 他都留意着我们的言行 但是我们的言行是反映着我们的心里面 想着什么 所以保罗提醒我们首先要有清洁的心 这个清洁的心 也包括一个单神信靠主的心 还有无愧的良心 和无偽的信心 这个在保罗的书信里面 特别在这几封教目书信里面 提了很多次 让大家知道这个无愧的良心 良心就是在神的面前 基本如何良度意及不意的一个器皿 当我们有神的交道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有这个无愧的良心 如果我们犯罪 我们的良心会警告我们 我们是不是在信服着神所给我们的学习呢 我们有没有不理良心继续去犯罪呢 我们的心是不是干硬了呢 这个让我们去知道 还有无偽的信心 这个呢就是指那些没有虚假的 我们的信仰和信心 是需要很纯正 要有正确的信仰呢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信心是从听道而来的 是从神的话语去建立信心的 当然不单止听道 还有我们可能在团契里面的茶经 和弟兄姐妹的交通 我们一起怎样去研读圣经 甚至乎去神学院的装备 这些都是从神的话语来到当中 让我们能够增加我们的信心 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为主所用 能够为主去打 保罗所讲 打那美好的仗 各位弟兄姐妹 当你的牧者或者你的祖长 去鼓励你 去考虑 去团契 去做helper 去做祖长 可能你会觉得自己经验不够 知识不够 或者当教会呼吁你出去 去传福音的时候 你会说 我未装备好 或者我们现在经常做的主爱恩情 服事社区 或者我们的堂校工作里面 需要招募的人手 可能你会说 我不懂得怎样和少年人沟通 但是弟兄姐妹 如果你有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 权柄和信心 清洁的良心的时候 主的力量自然就会加给我们 让我们成为一个有力的武器 我们凭着这些信心 凭着这些清洁的良心 其实我们不需要一些很远大很高的知识 才可以去为主传福音 才可以服事弟兄姐妹 或者去做祖长 做helper 而是我们要有这些信心 有这个单纯倚靠主的心 我们相信主就能够赐这些能力给我们 接着再来到第三点之前 我们再看从第十二节到二十节 请弟兄姐妹跟我再读这段经文 第十二节开始 我感谢那赐给我力量的我们的主基督耶稣 因为他认为我可信任 派我服事他 我从前是窃毒 逼害 武慢神的人 然而我还梦了怜悯 因为我是在不信 不明白的时候做的 而且我们的主的恩典 格外封城 使我在基督耶稣里 有信心和爱心 这话可信 值得完全接受 基督耶稣到世上来 是要拯救罪人 而在罪人中 我是个罪魁 然而我梦了怜悯 好让基督耶稣 在我这罪魁身上 显明他完全的忍耐 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 做榜样 愿尊贵 荣耀归及永世的君王 那不扭坏 看不见 独一的神 直到永永远远 阿门 我而提摩泰 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 把这命令交托你 使你能借着这些预言 打那美好的仗 常传信心和无愧的良心 有些人丢弃良心 在信仰上足了招 其中有许米乃和阿历山大 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 让他们学会不再舍读 这里我们第三个武器 就是凭着神的大爱和怜悯 这里保罗提到他自己是怎样信主 怎样服侍主 圣灵为什么选保罗作使徒呢 他说因为我有忠心 忠心所领受的 保罗是第一个领受 他是得救的经历 他领受了神 要他去外邦人之中传福音 所以他一开始就说 他自己过去是一个怎样的人 他说我从前是窃读神的 是逼白人的 是武漫人的 他以逼白基督徒 以为逼白基督徒就是服侍神 他以前未信主之前是这样 后来他遇见神 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主耶稣 眼睛瞎了 我们在使徒行传 见过 主耶稣派阿拉尼亚为他按手 祷告 保罗的眼睛开了 被圣灵充满之后 他看真了 他个人反省了之后 他知道这个就是主耶稣 要猜拜他 为他作见证 保罗在这里也提醒提摩太 你要刚强 为真度 打那美好的仗 不要害怕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真实的经历 是真正蒙救熟的人 他说基督耶稣到世上来 是要拯救罪人 他还说这话是可信的 值得完全接受 保罗就是这句说话的见证人 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谁 保罗也提醒提摩太 要时常回到救恩的根基上 要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 是怎样蒙拯救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就会有勇敢 我们就会知道 其实救恩是给了我们很多的恩典 也都恩着这个救恩 我们不需要怕身边的敌人 各位弟兄姐妹 可能我们也都相信 我们每一个人 都曾经有经历神的经验 我们曾经有拯救 有帮助 有规劝 有提醒 有神的供应 有被保护 有被赦免的经历 可能我们每个人的经历都不一样 但我们都能够清楚知道 这个是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 我们要不断为这些经历去感恩 以及藉着这些经历 愿意站出来为神作见证 服侍基督 服侍社会 帮助那些有困难的人 传讲福音 所以这个 藤直神的大爱和怜悯 也都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 不是只是保罗蒙怜悯 不是只是提摩泰蒙怜悯 相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里面 你都曾经经历过 神怎么样给你怜悯 在第十四节 主的恩典 格外风盛 这个是保罗自己亲身的经历 也都提醒提摩泰 可能在他们当时的世界 他们所遇到的患难更加多 他们所遇到的阻挠更加多 所以保罗特别提醒 提摩泰 主的恩典是格外风盛的 耶稣基督来到世上 是要拯救罪人 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都是罪人 所以我们不需要 因为我们自己过去做得不好 我们就觉得我们不会去服侍神 神告诉我们 他愿意用我们每一个 因为他有他的大爱和怜悯 不单止他用我们 他更加用我们这个罪人 保罗说在罪人之中 他是个罪魁 就是说无论你的罪有多大 只要你愿意在神面前去认罪 神就是那位怜悯人 赦免我们罪的神 所以这个就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好了,来到总结的时候 其实经文提醒我们 要作信心的战士 大家提到 即是看到 无论在第五节 第十九节 刚才我们也提过 我们怎样可以能够拥有 神所赐给我们的力量 我们自己都要付出 神会给我们 但我们要怀着 无愧的良心 无偽的信心 这个就是神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但愿我们在神面前 都能够得着这些武器 愿意为神去打那美好的仗 当我们进入社会 在我们自己的家庭 在我们自己的职场 在哪个地方都好 我们都是愿意站出来 为神作见证 这个就是保罗所提醒 各人 也都是提醒我们 我们怎样去为神去打这个美好的仗 让我们同心讨告 七天父我们感恩 借着保罗的教导 让我们再一次去思想 你的救恩 你的大爱 你的怜悯 帮助我们 好好去反省我们自己 也都提醒我们 要做一个守法的人 做一个行为端正的人 以至到 特别是那些不信的人 看到我们的时候 就更加明白信主的好处 求圣灵时刻帮助我们 提醒我们 要我们行起 你的意路上面 行起你的教导